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是立法机关不可或缺的声音 颠覆议会文化 提高议事质素 前无古人 看怕都后无来者 欲敏议坛搞事录 经典重温 我说香港除了搞革命没有第二条路 不是扔你鸡蛋就来扔你汽油蛋 我说林郑月娥 别以为好有趣 继续说 废台 无一样 开门的时候 欲敏议坛搞事录 经典重温 全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 逢星期二晚上10点播出 请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我是杜汶泽 你还不课金 以史为监 可知轻提 历史没有余果 只有教训 荣欲成败 皆有限期 外户离合 不在情感 而在势力 世倾則绝 利穷則散 历史在少二 文国史系列之一 荣共与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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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事力量 可以在革命军 做一个总统税的地位 可以和北方和北洋军伐 和谈 本来是有这个企图 他都很大上头 但是 在这个期间 出现了 南昌暴动 和凌汉 协商合作 南昌暴动 是导致凌汉 互合作的 契机 所以 稍微拖慢了 他这个伟大的计划 唐 以这个 掌总司令 已经下野 南京 无敌手 野心 更加刺烈 在八月下旬 宣传方 偷渡龙潭之際 南京的情勢 是非常危急 之前我们说过 宣传方偷襲 南京 宣传譚沿海 曾经 召唐生智派兵 去 帮南京 唐生智利用这个机会 成京 进军 安徽之南 沿途驱逐地方官吏 占领那些 征收 税款的机关 是吧 连个安徽省政府 都驱逐 安徽省主席 陈条元 退守在 安徽的 边缘地带 去南京 求援 在宣传方 功龙潭 这一役中 南京就转为危安 因为赢了 但是 唐生智仍然向南京 进逼 到了九月下旬 唐生智的部属 河建 和劉卿 两对人马 分别进驻安庆 模糊 和南京 形成一个对峙的状态 另外 南京方面 討伐唐生智 也在八月中旬 开始 在八月二十四日 李中仁和宣科 譚玄海 由九江 去南京 途中 李中仁和 涵玄海 谭向... 谭玄海 谭涵海 谭涵海 报告 both 前景 idea 同意 討伐唐生智 �яни 甚至愿意 做土壤先鋒 其实 这位唐生智 他一直跟譚元凱、晴潛等人有宿縣 有寂願 對朱培德也一樣 甚至跟張發輝之間關係非常惡劣 所以他跟這班軍頭 張發輝、晴潛、朱培德全部都不對 張發輝也曾扣留 唐生士收編的四十一軍軍長段國章 所以唐生士是否一個四面受敵的局面 他一定會被討伐 當時南京這些將領 對他非常痛恨 但他還在做夢要做國民革命軍的總統帥 以為可以攻佛南京 奪取南京 之後他就可以跟北洋軍佛 大家就講數了 原本是這樣想的 另一方面唐生士 令到支持國民革命的中國人民 最不諒解的就是 他在東征的途中 跟張作霖、孫全方勾結 8月中 唐生士派代表 跟孫全方談 夾擊南京 孫全方派人去江西 見唐生士 約了 看看兩邊的軍隊匯師 然後攻佛南京 定了一個這樣的計劃 然後 唐生士又派人去北京 跟張作霖、秘密協商 他們定的計劃就是 張作霖、攻佛牆 唐生士奪取南京 張作霖也派人去江西 約唐生士一齊行動 這樣也可以 你作為一個 國民革命軍武漢的總指揮 這些全都是敵人 你要攻他 你要搞定他 你才可以統一中國 張作霖、孫全方 但是你原來跟他勾結 所以 他們這些來往 跟孫全方、張作霖來往的 物電 就被南京方面 在龍潭之役裏 老獲這些 所謂 密電 證據確鑿 所以國民黨的軍事委員會 根據這些情報 請請國民政府 拿一個命令 討伐 唐生士 在軍事委員會的情文之中 關於討伐 唐生士的情文之中 指出 唐生士有四大罪狀 第一 是唐生士 在寧漢合作之後 勾結 奉章 即是奉系的張作霖 陰謀破壞 那個過程 都寫得很清楚 我們就不需要在這裏繼續說 因為 時間的問題 第二 唐生士陰謀 讓奪政權 割據地盤 在湖北湖南 兩個省政府 和黨部 佈置 自己私人黨瑜 政府又不能過問 又趁著 寧漢合作 他就去 安徽 奪取政權 又驅逐 安徽省的 省政府的委員 就等於 變相征服 安徽 第三條罪狀 就是北伐之後 唐生士在湖南勒索 那些富商千多萬 一年之間 利用這些錢 就擴張軍備 由一絲 到九絲三女 由一個絲 到九絲三女之多 在南昌的總司令 佈開軍事大會的時候 即16年3月 北伐國軍 就已經在 大家一起在那裡談 就說要制裁 這個唐生士 第四個罪狀 就是 武漢在六月間清黨之後 所有共產黨都驅逐出境 唐生士仍然隱藏那些共產黨 董用威、夏熙 和號稱阻敗分子的鄧壽傳 鄧介山、 馮天柱等人 視他們為心腹彼此利用 以圖 破壞這個統一 割據地盤 勾結軍閥 四大罪狀 所以到了10月20日 國民政府下令 褫奪唐生士的本兼國職 交給軍事委員會 依法治罪 同時對社會公佈 唐生士和宣傳方勾結的證據 唐生士 在10月21日發出土靈通田 土佛南京的通田 指稱南京特別委員會 是政客官僚之集合體 違法散黨之謀亂機關 將南京特別委員會 上海談話會決定的南京特別委員會 稱為政客官僚之集合體 在違法散黨之謀亂機關 擺出的格局就是 你討伐我嘛 南京 我現在就和你對抗 大家就一決之雄 看看誰贏 那就要打仗 那就真的是打了仗 又是那句 這一段談整合 那一段國民黨就 內戰 現在不是中國內戰 是國民黨內戰 南京出動的土塘部隊就很厲害了 晴潛的第四勞軍 晴潛說要做先鋒的 李宗仁的第三勞軍 朱培德的第五勞軍 再加上海軍的第二艦隊 和一部分的航空隊 海陸空三軍都有 以晴潛作為西征的總指揮 到了22日 廣東的李濟森 王兆雲 亦都通電討堂 討伐唐生智 派王兆雲率兵北攻湖南 24日 馮玉祥亦都通電指唐生智為黨賊 支持南京的討伐唐生智的決策 駐防在岳西 即是湖北 第二軍 老迪平 和四川的楊心 還有貴州的李新 合組西路土塘臨時軍事委員會 推楊心做主席 沿著長江兩岸 沿著長江兩岸 兩岸向武漢進擊 貴州的周西城 亦都派兵 去湖南的西部 撐住他 所以 這個戰爭一開始 唐生智就陷於一個 覆背受敵的困境 不夠半個月 就完全退出安徽 和江西兩省 你一定不夠砌的 你看看 剛才那個罪術除了海陸空三軍之外 在廣東 找人去攻你湖南 在湖北那裡 湖北的第二軍 和四川的楊心 和貴州 又組織一個臨時軍事委員會 沿著長江兩岸 就向武漢進擊 基本上就是不夠砌 另一方面 11月7日 武漢的門戶 即 門口 武越 就被西征的海軍 佔據 於是戰爭 就移到武漢的近郊 已經是殺到武漢 好了 講到這裏 時間所限 我們下一集再講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